好 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单元 皮外骨伤科病症 第一个病 严诊 严诊我们在中医外科已经接触过了 是吧 看一下 它的病位在皮肤 对不对 在肌肤凑理 跟风险关系比较密切 其他的不做展开 主重点呢 体会一下 它主症是什么 起病疾咒 然后这个疯团 此起彼伏 然后这种特点 然后它的变种分析 我们看一下 风热范表 那么肯定有风热的话 肯定是脉伏术这种特点 那么风寒术表呢 会有一些这个脉伏锦 会有预风寒加重这个特点 注意区分 一个是风热的情况下 它颜色是红的 这个风寒的话 它颜色是白的 热跟红有关 寒跟白有关 这在我们中诊已经学过 对吧 胃肠肌热的话 它是色红 但是会有一些胃肠 有热的 食热的这种情况 那么如果是血虚风噪 看一下 它是这个夜间加重这个点 夜间加重这个点 把握一下它的辩证要点 然后看一下它的治法 它的治法主学是 何不委屈三格血 看一下 何不委屈三格血 这里先解释血海格疏 这是瘀血症常用的一个组合 在这用它治疗 引诊的话体会体现一个制风先制血 血型封闭 封自灭的一个原则 至于三阴焦 它用在这儿 为什么呢 我们解读一下 三阴焦属于足太阴 脾经 但是它又跟肝经 肾经做关联 所以它可以起到滋阴 可以起到晕化水湿 等等这些作用 趋迟 河谷 河谷是首阳明大肠经的原血 趋迟是首阳明大肠经的河血 它们两个都属于大肠经 为什么用它们呢 就考虑严诊它的病位是在肺位 是在胃表 那么这个时候大肠和肺是相表理的 所以用到了它们两个 大肠经的两个血 辩证配血 我们看一下风热范表 就是脉幅朔 风团色红的那种情况下 我们用到了大锥和风门 趋迟大锥是治疗风热症常用组合 有的时候用外观 在这儿用到了大锥没有问题 用到了风门去趋外风也没有问题 带风字的既趋外风又西内风 风寒术表同样也用到了风门 风门 既趋外风又西内风 它在这儿是趋外风 那么肺书肺的背书学 它来解决风寒术表 肺位受约束的这种情况 也是天经第一的 我们看胃肠肌热 用到了天书和足三里 天书学是大肠经的墓学 解决的是肠的问题 对吧 大肠经的墓学 足三里呢 是胃的和学 胃经的和学 都可以理解 血须风造 血须风造 你就需要干嘛 需要给生血了 你按照前面的一般的辩证的话 如果没有前面主学 没有血海和歌书 在这儿血须风造 往往首选的是血海和歌书 但是主学你已经有了血海和歌书了 在这儿 你就得是补血的这个角度 匹书或者是胃书或者足三里 如果呼吸困难 又一次用到了天秃 对吧 在哮喘那块 喘肾也是用天秃 因为它恶气管运行的咽喉 对吧 在这个交通药道上 恶心呕吐用内观 这个不解释 内观是治疗恶心呕吐的药学 是药学 这是引诊的相关情况 如果是用格书的话 给点刺出血 它可以解决淤血的问题 风寒术表的你可以用揪 对吧 它是一种温热性的刺激 如果是血须风造的 看一下 只能针不能揪了 这就体现了 爱揪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温热性的刺激 它本来就血须风造 就养得难受 你如果再给它加上揪 你试试 它就养得更难受 好我们看做到题看一下 引诊血须风造状 家用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 配什么学位呢 是谁 匹书足三里 对吧 去生化气血 风热犯表 考虑大锥和封门 对吧 大锥和封门 正确答案只能是地和 废书封门 这是针对风寒犯表的 天书足三里 是废 是未尝燥热的 对吧 未尝燥热的 须持内观 须持 守阳明大长经的和学 和守军新包经的落学 他们两个好像在这儿 没有应用到 没有应用到 正确答案是地和 好 舌串窗 舌串窗实际上 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 带状抛枕 带状抛枕 那么在中医外科 我们也有学过 它并未在皮部与肝脾相关联 那么它的主症 你就记住 带状分布的一系列的小抛枕 就可以了 就相当于带状抛枕 那么它 尤其体现中医 针灸学一个效果 针灸学配上 中医那个方剂 用方 汤记 效果非常好 看一下 它的辩证分形 肝胆火胜 那么肝胆火胜 肯定会有一派火象 以及肝 肋斜胀痛 情致 急躁易怒的这一系列的描述 脾胃 被施热肯定会有蛇虹 胎虹 胎虹 脉 脉 卖滑朔 以及这个胸腕皮满的这一系列的描述 那么如果有淤血的话 同样也是淤血它会刺痛痛楚不顶不移 夜间加重 蛇子按有淤斑育点卖色这一系列的描述 根据它的智法 我们看一下 主学是什么 局部二式学配上加急学 这个没有什么解读的 都是就近取学 就近取学 看一下辩证配学 肝胆火胜的话 取的是他们两个肝经的营学行肩 以及胆经的营学下息 去营主身热 脾胃失热 见失必取因灵权 这里用到了内庭来清热 内庭是魏经的营学清热 淤血阻落 这里用到了血海三阴胶 这个是很常用的一个组合 对吧 下面便秘取天书 天书是双向调变 调节大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位 当然便秘还有另外一个 有孝学是织工 还记得吗 心凡的话加了神门 他属于心主神明那块出了问题 用心经的原学神门 都是在理解的范畴之内 范畴之内 那么关于手刀创的具体操作 这个挺讲究 他呢讲究一个围刺法 围针法也叫围刺法 什么叫围刺法呢 一个呆状炮枕对吧 呆状分布 我们在他头尾各给他扎上一针 实际上这一针也不是轻易扎的 尤其在头部 你要把他的最早出现的那个 那个炮针 咱们老百姓管他叫龙眼或者蛇眼 你把这个学位你给他扎一下 在尾部你扎一下 之后 在他两侧再扎一下 两侧扎的时候是怎么扎的 两旁根据炮针的大小 你向他中央盐皮评刺 这是针法 然后你再配合他不同的阵型 比如说肝胆热剩 配上龙胆蟹肝汤 如果是肠胃湿热的话 加上除湿胃灵汤 针加药 效果非常好 真的体现中医的优势 西医治疗带状抛诊 效果还真不太明显 关于其他治疗 做了解就可以 做了解就可以 这里有道题 涉及到一个这个 其他治疗这块 我们看啊 针灸治疗石窗窗 带状抛诊的操作 不正确的是哪个 都用抛诊的泄法 这个应该是可以 对吧 批损局部阿氏学用维次法 维次法是不是那样 刚才老师已经讲过了 抛诊不能用三能针点次 不是 对吧 你像这种实证的话 往往可以给他三能针点次 局部阿氏学加级学位主没有问题 可以用耳针法 所以正确答案 只能是C 只能是C 这道题 针灸治疗 引诊主学是哪些 无非就是什么 引诊 何不委屈三格学 对吧 那么选择哪些经脉 你再去推就好了 引诊是何不委屈三格学 是哪几个学位 何谷 驱迟对吧 尾驱的驱 三格学是三阴交 三阴交和雪是谁 雪海 还有一个 格书 格书 我们看一下 他们都归属哪条经络 不就推出来了吗 何谷驱迟 他们归经是守阳明大长经 是守阳明 守阳明经 那么下边看 三阴交是独太阴 对不对 雪海也是独太阴 格书是独太阳膀胱经的 看一下守阳明 独太阴选的学最多 是不是就得是他呢 对吧 这个选学选的是B 针灸治疗射创射创 主选谁 他这个没有涉及具体的学位 就是加级学加上局部R式 加级局部R式 对吧 就是B和C 你看一下正确答案 是不是B和C呢 是 这就体现了我前面说的 他一个病症 他取哪些经脉上的学位 那个你理都不理他 你记住主学了 你倒回去推 就可以推出来 好 神经性皮炎 神经性皮炎也是病畏在皮肤臭里 对吧 然后与肺和肝关系密切 看一下他的辩证分形 风热清晰 有风有热 他肯定会有脉浮术 这个点 脉浮术这个点 看一下初期有骚氧无皮疹 或者是什么 反正总而言之 有氧有疹 干预化火 他会化火了 会卖咸 应该是有硕子 是最合硕了 对吧 因为他有火象 同时 易怒跟情质相关 都是定位道干的 对吧 下边 血须风噪 血须风噪看一下啊 他的 他的这个这个描述 融合成片皮损增厚 干燥粗糙 或者是出现灰白淋泻 类似于什么 类似于猪瘀外科的白臂 对不对 夜间加重等等 这些描述 至于他的质法做了解 就可以看一下他的处方 他的处方是何故去割血 为什么去割血去啊 因为得了神经性皮炎了 他你要跟前边引诊何不委屈三割血 要区分 这是何故去割血 何故去割血 那么同样也是啊 他的病位是在皮肤基表 所以核骨趋齿都是首阳鸣大肠经 一个是元学 一个是和学 对吧 体现他们跟肺相表理的这一点 血海格书体现 制风签制血 血腥封闭灭的一个中医原则 阿氏学局部这个 好往下走看 辩证配血 风热 首选驱驰大锥 然后考虑外观 看一下 他用的是外观 没有问题 然后用风驰去驱风 也没有问题啊 驱外风 吸内风都可以 在这它是驱外风 干玉化火用到了干经的背书血 干书以及干经的元学太充 这也非常合理 血虚 你看一下 血虚风签同样也是 如果前边主学里面 没有用到血海和歌书 血虚风签 首选你还是血行风自灭 那个原则的血海和歌书 才是第一选择 那他的主学里面 已经有了血海和歌书了 也就预示着在这儿 只能去补血了 匹书三音胶足三里 匹书足三里是常用 三音胶 三音胶本身也是脾经的和血呀 对不对 通过它也可以从 气血生化支援的这个角度去解释 另外它还可以滋阴 对不对 还可以可以可以滋阴 治疗操作 治疗操作也是 评刺 好下一个病 乳屁 乳屁是中医外科的一个乳房疾病 这个是中医外科的一个学习的重点 我们看 它的病位在乳房 乳房部出现了种块 这就是乳屁 就是相当于我们所说的乳腺增生 乳腺增生 与胃与肝关系密切 当然 对吧 因为女性的乳房 乳头属肝乳房属胃 足少于肾经乳乳房 那么它的病基是气质痰宁 充忍失调 那么整个中医外科一个乳屁 它的辩证分形就是一个气质痰宁 一个充忍失调 对吧 好 反正它的主症就是乳房种块 乳房种块 辩证分形 干预气质的话 干预气质肯定有干气郁结的特点 另外还有气基 气基组织的特点 这个随情质的波动而变化 弹拙凝结的话 肯定会有胎逆脉滑的这个典型的脉象 以及弹多恶心呕吐的特点 充忍失调 它是一个虚项 你对于妇科而言 充忍失调 实际上就中医内科的肾虚 它肯定会有腰膝酸软的这个见证 这是 这两个方是外科 中医外科 两个乳屁 两个正型用的方做联系 乳屁的质方 我们看一下 它的主学是这儿 乳中武器充足 乳中武器充足 这个是不是有必要跟前边 少乳那个病做联系 少乳是什么 乳 谈中少乳 对吧 谈中少乳 做关联 你看一下 乳屁 它的主学是乳中武器充足 看一下 乳中武器充足 乳是乳根 对吧 乳根是根 在乳头正下方 一个在四类间隙 乳根是在五类间隙 谈中 两个乳头中间 乌易 也是魏晶的一个学位 也是一个魏晶的一个学位 他们三个都是魏晶的学位 乌易是在乳头的正上方 也是正中线盘开四寸 只不过它是在第二类间隙 乳根是在第五类间隙 他们三个纵向都是一致的 都属于足阳明 他们两个都属于足阳明魏晶 欺门太冲 这个都是甘经的相关学位了 赞经日月 甘欺门 它是甘的木学 它是甘经的圆学 再加上足三礼 足三礼是 魏晶的和学 这三个 是魏晶的 魏晶巡行的过程之中 路过乳房的 这是第一个 然后用到了两个甘经的学位 再用到了一个人脉的学位 这就是它的方意所在 配学 看一下甘欲气质 加上了甘书和内观 按说得用太冲 但是太冲已经有了 对吧 主学里已经有了 所以它用到了甘的背书学 以及同明经 绝音经的落学内观 弹拙一箭弹必取风龙 那么风龙配中腕 中腕是从 这个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 这个角度 去解决弹生长之源头 那么冲刃失调的话 加的甘书慎书以及官员 这个没有问题 具体操作 看一下 同样也是 弹中你得往两侧扎 你不能往下扎 乳根是什么 向上刺乳 对吧 乳根向上刺乳乳房 乌翼呢 你得向下刺 或者是沿着内间隙 向外斜刺 总而言之 这几个学位 你都不能直刺 都不能直刺 因为乳房周围 下边都是肺和心 免伤及内脏 颈椎病 看一下 颈椎病病位 应该就在颈椎背 颈部的筋骨 对吧 然后与督脉 督脉走正中线 手足太阳经 手足太阳经 走这 对吧 另外跟 少阳经脉关系相对密切 颈椎病就是 枕部疼痛 颈部疼痛 然后他的辩证 辩证分形 分成太阳经 少阳经 阳明经和督脉 总而言之 就是实际上 就跟这个颈部的 经脉的巡形有关 正中线 这就是督脉 对吧 后边正中线两侧 这个后面 就是太阳经 后外侧是胆经 少阳经 那么侧面是阳明经 侧面是阳明经 这就是经络辩证 这就是给他分经络 按经络所行区分 八纲辩证 外侧内侵的话 有明显的受寒史 那么肯定脉是浮的 对吧 如果气质血迂的话 既有气质的特点 又有血迂的特点 气质就是内脚脏痛 以及随情质变化波动 血迂的话 就会舍子安 鱼斑鱼点脉色 对吧 然后肝肾不足 会有腰膝酸软的这个情况 看一下 他的质法 主学是二持选脊柱 也就是两个很大的池塘 玄挂在了你的脊柱上 能不给你把你的脊柱 给你压疼了吗 给你压出病来吗 颈椎病吗 对吧 这就是二持 二持是哪二持呢 风持和驱齿 风持和驱齿 玄是玄中 急是净加急 加急血 重是天重 加二世 分析一下 那么风持是胆经的 驱持是 驱持是守阳明大长经的 玄中 是随会 它是少阳经的 对吧 天柱是太阳经的 刚才讲过了 一个颈椎病 正中是都脉 正中往后两侧的后部 是太阳经 对吧 侧后部是少阳经 侧面是阳明经 对吧 经络分数再加上二世 这就是它的方意所在 那么辩证配学 太阳经的话 加上了深脉 深脉阳桥落语通 它属于膀胱经 本身属于足太阳经 另外它又通阳桥脉 邵阳经的话 加的是守邵阳的落脉 外观 它又是八脉通阳尾 那么阳明经选的是 面口河谷收是守阳明大肠经的元学河谷 那么都脉学选的是守太阳小肠经的输学 也是八脉通都脉的后夕都脉内资境 选的是都脉 前面几个都比较好理解 如果你特定学的属性你了解了 前面几个辩证配学都没有问题 看外线内侵 取的是河谷和裂缺 河谷是大肠经的元学 对吧 裂缺是费经的落学 这里就是一个元落配合 先病之经的元学 以及后病之经的落学 它俩之间是表里经 然后表里经配学 元落配学 细致血鱼给它用的是 学海科学书 对吧 它是血汇 是常用组合 河谷 河谷注意一下 河谷咬的时候呢 也用来活血 实际上本身河谷有没有活血的作用 有 尤其是对吧 对于妊娠期的女性来说 有几个学位竞争 河谷 这个昆仑 三阴交 还有尹白 还有肩颈 对吧 这几个学位都是孕妇竞争的 为什么 就是因为本身 他们几个都能够通经活血 因为他们通经活血 所以你刺激他们的时候往往会导致孕妇流产 对吧 所以他间接的证明了他有活血的作用 肝肾不足 肝肾不足加肝肾肾输呗 太好理解了 下边是分部位 上肢麻痛 拍下去的学位 河谷和守三里 河谷 守阳明大长经的河谷 对吧 面口和虎都 他抖这个部位 然后守三里 守三里咱们当时介绍这个学位的时候强调 他是在这个驱驰下两寸 也是在肘壁上 那么上肢取他俩没有问题 头晕头痛 取的是百慧或者四神聪 头晕头痛的并未在头 所以取的颠顶的百慧 或者是他正前正后正左正右的四神聪 也没有问题 恶心呕吐 恶心呕吐 呕吐取内观 这是他的药学 对吧 指呕药学 又取中腕 中腕是魏晶的墓穴 对吧 魏晶的墓穴 他 呕吐是病未在胃 所以取魏晶的墓穴来治疗他 没有问题 包括我们呕吐这个病 他的主学是三中内 对吧 足三里 中腕和内观 耳聋耳鸣 取的是听宫 听宫 一听 有这个听字 就知道他治耳朵的 对吧 再加外观 外观是守 邵阳三交经的落血 他走 侧面与耳朵关系密切 治疗操作 所了解就可以 这道题 针灸治疗颈椎病 除了阿视学之外 颈夹脊和天柱之外 你还选用谁呢 那么就是去把那个二池 对吧 选脊柱 你给它一一对应就好了 对吧 这里已经给出来的柱已经有了 吉有了 阿视学有了 无非就是两个池 哪两个池 风池 驱池 加玄中 风池 驱池 加玄中 就出来了 答案就是B 对吧 落枕 落枕 老百姓经常 很多人 都经历过这个情况 对吧 尤其是冬天 一觉醒来 这个脖子转不动了 落枕 看一下 并位在颈项部的金金 金金 然后看它的变证分形 从经络变证的角度 看一下 分都脉与太阳经正 对吧 都脉是正中 太阳经是后面 然后 邵阳经是侧面 分别很简单 然后八纲变证的角度 分成风寒息落 也就是肯定会出现脉伏紧的情况 乌寒发热 这是表正 脉伏紧的情况 七至血鱼呢 看一下 它会有刺痛痛处固定不移等等 歪伤时等等 这些辩证的要点存在 它的治法做了解 所以落枕的这个主学 看一下 天后选老公 天后选老公 然后呢 由于不决 辗转反侧不能成眠 对吧 然后累的落枕了 这就是可以把那个周华健的那个 那个想你的深夜 想着你的深夜 想着你的无眠 想着你的容颜 对吧 辗转反侧 落枕失眠 对吧 落枕了 天后选老公 天后选老公 加儿事 因为落枕也是痛症 所以加上儿事学 天著 读太阳膀胱经的一个学位 对吧 第二颈对几注上帝旁开 就是天著学 后夕 后夕 后夕在手上 是在守太阳小长经 对吧 但是呢 他是通都脉的 所以一定要强调他通都脉的这一点 玄中 玄中是随慧 在外怀间往上三寸的地方 他是随慧 同时他又是少阳胆经的学位 外劳工 外劳工有一个别名 人家叫什么 叫落枕学 你从他的别名 你就知道 他是专制落枕的 专制落枕的 这是 他的方译所在 辩证配学看一下 太阳 督脉 太阳经证 加的是大锥和树谷 大锥学 我们知道 他是督脉 对吧 第七颈椎下 树谷 这个学位 同学们还有印象吗 树谷 是读太阳膀胱经的 什么学呢 阴通 树 昆 重 对吧 那五书学 膀胱经的五书学里面 这个树谷就是 那个树昆中的树就是它 所以它是它的输学 它是太阳经的输学 所以这太阳并没有问题 少阳经看一下 取的是风池和肩颈 它们都属于足少阳胆经 风寒息落 风寒息落用风池去驱风 没有问题 用核骨来治疗外感 也没有问题 气质血鱼 取的是内观和核骨 内观和国骨 这儿取内观 好像有一点点的不太好理解 实际上拐个弯就可以了 气质往往跟肝鱼有关 肝属于绝阴经 那么取同为绝阴经的 守绝阴经的落学内观 没有问题吧 血鱼 咱们前面提过 核骨 多多少少有活血的作用 肩痛的话 取肩鱼 守阳明大肠经的肩鱼血 对吧 肩风外展 前下方凹陷 背痛取天宗 天宗 看一下 它的一个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的取法 你们还记得吗 还记得不记得 这是天宗血 关于落枕的治疗操作 有一个点 落枕我们可以怎么做 先找远端的学位 比如说外劳工后席玄宗 远端的学位 先不找局部的学位 先在这里失针 然后失针的过程之中 它不是脖子疼受限制吗 我把这些部位 失针的过程之中 然后我嘱咐这个病号 让它慢慢的旋转 活动紧步 这个时候 它会觉得 针下 这个针扎好之后 它立马觉得 受限制就明显的好多了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要注意啊 一定要先做远端的 然后让它配合着活动 这个时候体现针灸的神器 效果非常好 当然你风寒这种虚寒的 你可以配上艾灸 配上烤垫等等 效果也非常好的 我们看这道题 针灸治疗落枕 并在督脉太阳经落者 那么家用配学是什么 我们知道它是烙枕了 我们想一下 烙枕学的主学是什么 天后玄老公 对不对 天后玄老公 天柱后西 玄中和外劳公家阿世 对不对 那么我们看 如果是并在督脉太阳经 你家哪些学位呢 看一下 大椎树谷 大椎属督脉树谷属太阳经 对吧 这就应该是针对他俩的 答案就应该是 对不对 你风池肩井的话 他们是胆经的学位 对吧 你风池和谷 他们俩放在一起 针对外感的 对吧 内观和谷放在一起 针对七治血淤的 用到齿泽费经的和学 和苦对费经的戏学的话 在这儿好像没有用到 没有用到 正确的答案是A 漏肩锋 漏肩锋 类似于什么 类似于咱们说了五十肩呢 这个这一类的啊 看一下 定位在肩部的经经 与守三阳经 以及守太阴经关系密切 怎么说 看一下它的经络辨证 守阳明经 我们说守部的六条经络 它的分布 寻形路线是这样 三阴经在内对吧 太阴在前 决阴在中 少阴在后 那么三阴阳经在外 阳明在前 少阳在中 太阳在后 我们看 守阳明经 这四条经络 守太阴经是在 尖前部 守太阴经 是尖前部 尖前部 守阳明经是 尖部 尖前外部 尖前外部 稍微往外一点了 再往后就是 尖外侧的 守少阳 再就是尖后部的 守太阳 它是这样的一个区分 八纲辩证分成 外感内侵 也就是 外感表证 对吧 应该会有 武汉发热这种表证 应该会有 脉伏的这种情况 七肢血瘀 那么会有 瘀血的这 增下 有七肢的特点 七血虚弱 有七虚的基础见证 有血虚的基础见证 看一下取血 陋间峰的取血 使这样 镇铃口语聊 也就是说 把手机射成震动 然后用语音的形式 趴在被窝里聊天 因为你躺在被窝里 用手机聊天的话 你胳膊得伸出来 对吧 这样子 受到了风寒的清晰 结果 漏肩风了 这是它的一个理解 你帮助理解 镇铃口语聊 看一下 镇铃口语聊 尖真尖鱼尖聊 这是尖部取血 这个不解释 它究竟取血 没有问题 而是 痛点所在 解释一下 杨灵泉 杨灵泉是金会 金会杨灵泉卖 卖卖太渊 为什么用杨灵泉呢 就是因为考虑 它这个病 病在尖部的精筋 精筋 所以取杨灵泉 解决精筋的问题 这个很好解释 调口透成衫 咱们学 单个学位的时候 单个学位 公校的时候 还记不记得 调口学 讲到它的时候 它可以治疗 肩背疼痛 当时老师就把 镇铃口语聊 这个治疗漏肩风的 这个原则 拿出来了 就是因为 它有这个治疗方向 有这个治疗作用 理解 好 这是它的整个的方译 实际上 调口透成衫 实际上考虑一下 实际上它俩更多的是什么 是一个上下相应的问题 这个我们不做过多展开 辩证配学 看一下 阳明经证 守阳明经证 它是在哪 外侧的前部 对吧 阳明经证 用阳明经的河谷 阳明经的原学河谷 守上阳经证 说明它是在外侧的中间 是用的是 守 邵阳三交经的外观 外观落学 那么 守太阳经证 也就是在 后面了 用的是 后夕 后夕 属于守太阳 小长经的书学 同时有八脉 通都脉 守太阳经证 是内侧的前面 用的是 它的 肺经的落学 也是八脉 通人脉 外邪 亲息 用的是 河谷风池 这个我们不止一次用到了吧 这个 气质血域 用的是内观和格书 也是不止一次用到了 也是不止一次用到了 气血虚弱 毒三里和气海 实际上学到这 对吧 咱们整个 这个 针灸的病症治疗 这块实际上 已经学了 绝大部分了 同学们 有没有这种 感觉 有没有这种体会 就是 实际上越学到后来 这种 虫无浮游力就越高了 这就体现了什么 这个体现了在 尤其在辩证 配学这块 它就是那么多东西 你翻过来 倒过去 就是这些整形 无非就是血淤 气质 对吧 风寒 风热 这个 无非就是几个整形 气虚 血虚 肾虚 肝羊上抗等等 就是几个整形 翻过来倒过去 就这几个整形 用的就是这几个穴位 不了解就可以 也是 这一点 关于操作这块 也是先刺远端的穴位 刺好之后 一边行针 然后呢 一边让他运动肩关节 这个过程 患者就会立刻感觉到 我这个时候 我这个肩部这个疼痛 就会得到很好的缓解 这个时候 他对你的这个医术 对你你的这个水平 他会觉得 犹如套套之江水了 看这道题 你57岁 肩周疼痛 说明他是一个楼肩锋 以后部为主 说明他是一个 肩后部是 太阳走后 是太阳经正 对吧 巨案说明是实证 除肩部取学之外 还应加用什么 那么这道题主要的选择 实际上还是他的主学 主学的话 漏肩风 主学是什么 镇灵口语聊 对吧 镇灵口语聊的主学基础上 他又是肩后部腾动 是太阳经正 选谁呢 选后锡 对不对 他是守太阳 小长经的书学 那么下边 河谷是阳明经的 外观是少阳的 守少阳的 内观是绝阴的 对吧 须齿是守阳明的 守阳明大长经的和学 正确的安选弊 扭伤 扭伤 这个看一下啊 多发于这些部位 有腰扭伤 吸扭伤 这个日常生活 日中都比较好理解 不读了 不读了 并未也是在精进 也是在精进 辩证的话 分成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气质血淤 对吧 一种情况呢 是这个淤血阻落 寒湿清晰 也就说既有淤血 又有寒湿 看一下啊 他的治法 做了解就可以 那么他的主学 没有什么讲的 一个是阿氏学 配上局部书学 主要的还是根据 他扭伤的部位不同 看一下 如果是腰部的扭伤 我们 我们选哪些学位呢 选腰痛点 同学们还记得腰痛点吗 还记得吗 境外齐学腰痛点 二三止骨和四五止骨 都有各有一个 对吧 腰痛点 阿氏 这个肯定要去的 因为以痛为疏 大长疏和尾中 尾中 大长疏 还记得不记得 我们一开始 腰痛的针灸治疗主学 是肠尾 肠尾拉屎 对吧 肠尾 不就是他们两个吗 不解释了 不解释了 这里有一个趣味技法 是吗 关于这一块 腰痛扭伤的是 腰痛时长 尾中帮忙 腰痛时长 尾中来帮忙 颈部的话 阿氏学肯定要用到 看一下啊 同时用到了后膝 后膝 虽然远 但是它走 它是通都脉的 风池就近 掘骨 掘骨又叫玄中 对吧 是随会 它是在小腿上 是一个寻经曲学 圆曲 那么颈部的 有一个趣味技法是颈后风骨 颈部的后风骨 肩部的取的是肩真肩于肩辽 真与辽 对吧 这个比较肩部的肩真肩于肩辽 前边的陋肩风也同时用到了他们 走步的 走步的用的天井小海和驱驰 也就天井小曲加阿氏 天井小海和驱驰 注意一下实际上他们都是在哪 从肩部到这到这 这三个实际上都是进曲 都是进曲 你看一下 而且都是阳经 阳经 走步能看 天井是守少阳 天井是守少阳三交经的这个学位 小海是守太阳小长经的学位 那么驱驰是守阳明大长经的学位 三阳经在走步的分布的这三个学位 天井小曲 万部的也是三条阳经 阳池 阳西 阳谷 对吧 阳西 阳池 阳谷 也是在万背部的三条阳经 分布在万部的 我们看一下宽部的 宽部的曲学呢 曲到了至边 至边它在哪了 属于膀胱 属于足太阳膀胱经 它是在底区了 对吧 居寮居属于胆经 在这个位置 然后环跳 环跳是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取学 对吧 那么给的曲位技法是什么呢 只能居住在家中 居了不能跳跃环跳 因为宽受伤了啊 只能指是跟指边做联系 如果西部的话看一下 也是二式学加上西阳观 西阳观 杨陵权往上三寸 加上梁秋 梁秋未经的细学 对吧 加上西眼 西眼是两个 独鼻学是外西眼 再加上内西眼 两个经外齐学 都是在膝盖附近 怀部看一下 深脉解析秋须 深脉属于太阳膀胱经 外怀肩往下 解析 胃经 秋须胆经 也是都是在怀附近 那么解读是 求是杂志是打开 深度解析 求是杂志 深 对吧 解析 求是杂志 多了解吧 多了解 希望这个区位技法 能对咱们的记忆有所帮助 关于它的方译 已经解读过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 配学 针灸配学 针灸配学呢 讲究一个局部 加远端的一个原则 比如说举了一个例子 急性腰扭伤 急性腰扭伤 看一下它的啊 如果是独脉病症的话 它什么呢 配上水沟或者后膝 这个是不是水沟 或者是后膝 水沟本身就是肚脉的学位 对不对 后膝呢 它属于守太阳小肠经 同时它有通肚脉 所以取得它 足太阳经经的病症 你配的是昆仑或后膝 昆仑是足太阳膀胱经的经学 那么后膝呢 是守太阳小肠经的书学 都是太阳经 对吧 守阳明如果是问题 配守三里 守三里是守阳明大肠经上的一个学位 三肩也是守阳明大肠经的一个学位 也就是老师给的虚位激发里面 对吧 商人租了两肩三肩门脸那个三肩 然后根据并未在其上下寻经临近取学 举个例子 比如说心内侧的扭伤 并在足太阳脾经了 并在足太阳脾经 不好演示 比如说这个在这个学海附近吧 那么你可以在上取学海 下取阴灵犬 也就是它在学海和阴灵犬中间受伤了 那么归经呢 归到了足太阳脾经 那么取学群经取学 上边它的自己的这个学海 下边就是它自己的和学阴灵犬 关于守足同名经配学法 这个呢 这儿啊体现一点什么的 就是所谓的上下相应的一个问题 你看一下啊 我们一说怀与腕是对相对的 如果我们人类已经进化到这 这种程度了 下之星走 所以它有不同 如果我们把人看成这个四肢行走的话 实际上你看所谓的前腿和后腿之间 好多地方是一致的 我们说这个下肢的怀和上肢的腕是对应的 下肢的肘 下肢的膝和上肢的肘是对应的 对吧 宽和肩是对应的 你看一下举例 比如说 怀关节外侧的昆仑学 身脉学对应的是谁 对应的是手腕上的阳老 太阳经的阳老和阳骨 你对一下 自己对一下 昆仑学对吧 在外怀肩和脚大肩之间 那么养老学呢 养老学是在尺骨净突 尺骨净突 然后这个尺骨净突跟周壮骨之间 这个凹陷 这个凹陷 这个缝 我们取学的这个原则是什么 掌心向胸的话 它有凹陷 掌心向下 它就凹陷消失 你看一下 这个穴位 是不是跟昆仑学 你想象 如果把人想象成四只动物的话 是不是有相近的地方 只不过一个在前腿 一个在后腿了 同样道理啊 深脉穴 深脉穴是在这个外怀肩往下的地方 往下的地方 你这个养骨穴呢 养骨穴是不是 养骨穴是在这个地方 也是在颈突 像这个颈突 尺骨颈突 是不是相当于外怀肩 对吧 它也在它下边 我就举着一个例子吧 因为它这个耗用时间太多 对吧 咱们不好用太多时间了 不用耗用太多时间了 各于它的操作呢 这个做了解 基本上呢 还是那个原则 针对急性腰扭杀 对吧 你可以先针刺远端的穴位 然后一边行针 一边让它活动 这个效果 这个表述 针入痛止之效 体现你的水平的时候到了 对吧 走牢 走步的不是 看一下 并位呢 是在走步 守三阳京津的地方 看一下辩证 它分成 守阳明 守阳明经政 守太阳经政 和守少阳经政 实际上还是它的分别的经络归属 守阳明是什么 阳明在前 少阳在中 太阳在后 对吧 都在外侧 看一下 外上方是守阳明 走关节的外上方是有守阳明 就是它寻行路线吧 对不对 那么守太阳是内下方 内下方 那么 这个守少阳呢 是外部 正中 你考虑到天井这个学位 所在的位置就知道了 就知道了 那么他们的质法 看一下它的主学 都是选阿世学 选阿世学 守阳明经 经经政选的学位 看一下 须持守三里三间 是不是都是守阳明经上的学位 都是 对吧 守太阳经政 取的是阳谷和小海 守前西阳小 是不是也在 那个武术学 去微激发里面 他们也是各自都属于 守太阳 小长经 看一下守少阳 取的是外观和天井 是不是也是 只不过他没有在武术学里面 他是落学而已 对吧 都属于守少阳明经的 这个做了解就可以 其他治疗做了解 对 进去 列疗 徒 对 西阳 全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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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上 上 下 上 上 上 下 上 上 上